西游记在大家的世界里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不管是男女老少 大家第一这部剧都很喜欢 尤其是90后都是看着这部剧长大的 而且这部剧每次放暑假都会及时的播出 让大家回顾一下剧情 所以这部剧的角色大家也记得很清楚了 其中在里面演语吐青的李玲玉 大家可能不熟悉 因为她出现的时间比较短 但她的容貌却足够惊艳 如今的她已经55岁了 可以说一把年纪了 但是她的近周曝光却像个25岁的少女模样 和当年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现在的李玲玉经常会分享美食给大家看 偶尔还会发自拍 什么美食在她手中都不难 她都可以轻轻松松地把这些做好 热衷于美食的她人也格外的年轻漂亮 一直都很活泼 人生态度非常的积极 自然看上去也更加的年轻 李玲玉现在在大家的心中是个完美的美食家 非常热衷制作美食 她秀出的美食得到了粉丝们的喜爱 大家都照着去做了 真不愧是女神 再出去有面子 做饭还很香 很适合做妻子的人 但是她的两段婚姻却不幸福 她果断地选择离婚 现在的李玲玉已经是个单身妈妈了 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 爱情虽然不成功 但是儿子却很让母亲骄傲 不但长得帅气才华还非常好 很多网友看得都很疑惑 这不是无垒吗 更有些网友评论 简直比一样 纤细才帅 这应该是她最高兴的事情 能够看到儿子展现自己的才艺 实现梦想是她一直期待的 李玲玉的儿子长大了肯定不得了 完全继承了来自妈妈的好基因 以后的前途绝对不可估量 所以大家也很看好她 字幕志愿者 李玲玉 字幕志愿者 李玲玉